中文歌詞 第一句是甚麼? HELLO 一連串廢話之後 今次我們一輸 輸了過來這個 Kiss Logic Kiss Concept 好,介紹甚麼? ROBOTEC 超時空要塞 中文名字也是一樣的 法文呢? 法文就是HOPOTEC HOPOTEC 應該是 就是ROBOTEC的同一個字 今次要說 既然來到Kiss Concept 又說了ROBOTEC 當然是說超時空要塞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們前面 這就是1比72比例的玩具 我知道 其實玩開超寵要塞 我有留意TOYSDAILY的師兄 有一個超寵要塞的群組 其實他們很鍾情Yamato 以Yamato作為一個指標 就算Bandai繼續推出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傾向Yamato的風格 所以這個挑戰Yamato 就是如何挑戰Yamato 在超宵要塞的江湖地位 其實我反而覺得 本身真是偉機理 你每一間大廠都出過 所以你如何在這麼多間廠 突圍呢? 這件事挺重要的 有著有不著 著的地方就是 你已經可以參考前人 前人中樹 已經有這麼多人做過 這麼多版本給你 你應該可以吸收到當中的優點 去嘗試改了他們的決點 對 我自己都玩過很多 由以前的Takatoku 1-55 經過Bandai 1-100 HCM 接著去到Yamato的兩代 現在的High Metal R 超宵要塞 Bandai 其實大致上的構造都差不多了 很成熟的 應該是的 最大挑戰都是盆骨 因為它本身的設定 如果你看回當初的設計圖 其實那兩隻腳 如何貼上去機嘴 其實是靠一個機件托上去 然後機件會收回來 即是說原則上 腳其實是分開的 根本上 以前最早期應該是 如果沒有記錯 Yamato的三段變形 其實腳是拆件的 是 最早期 其實那個是合邏輯的 是符合 河心 河心的原意 當然 作為一個玩具 大家就不想拆腳 現在就靠一支金屬桿 如果我沒有記錯 Yamato後期的設定 就是靠一支金屬桿 托上去 連著 我也很好奇 今次Kids Concept 會如何處理大腿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的 只是一個灰件 我純粹就回VF1S 這部機的外形去看 它的賣點都會是 它的情報量和外形 其實外形來說 我想這麼多間廠出的 Batroy的形態都不會有太大的出入 其實如果就這件灰件來說 我都覺得是合格的 如果它真的想跟其他廠去比較 我相信它會在關節那裏 特別是承托力 那裏會有多考功夫 我現在看到它的手肘是有雙關節的 這件事可能 我記得Yamato是沒有的 Bandai都沒有 它這個手肘位的雙關節 已經是贏了一些東西 有進一步去搏這個取勝的地方 整隻東西的比例 它那個 現在Bandai那隻 High Metal R 就比較貶身一點 機械人形態的時候 胸口比較貶身一點 但因為它偏小隻 你就不會覺得它外硬 但是它已經展示了一隻新的消化金 1比60DX系列 它已經插了一隻腳 到VF1系列 對 這個聲音風血雨 對 雖然它的比例不同 但是 現在Bandai 插了一隻腳進來 我自己覺得 Bandai 製造出來的1J 比例就沒有我相信中那麼好 因為它之前有1比35 那隻比例就很好 它現在的1比60 其實比例跟它現在的1比100 High Metal R 差不多 頭偏小 而胸口偏闊 偏平 可能飛機形態就漂亮 但人形態就不算很貼近動畫版的感覺 反而我覺得這隻 現在就這樣看1S 這隻幾套好 有一點點圓潤的感覺 因為本身其實看回它在胸口 我特別強調是胸口 它那個弧線 其實跟其他廠比 好像龍躍胸一樣 有些空肌 所以在機械人形態 我看上去是順眼一點 沒錯 沒錯 其實本身機械人形態大致上 目測示範就是這樣 不過我反而擔心的就是它的肩關節 這裡就看到肩關節似乎目測 是會幾大破綻的那一條東西 變成它有沒有辦法再將它美化 或是Beautify它 希望接下來要想一想 還有它的肩膀下面 就是翼下的位置 我不知道應該是遮醜件來的 應該要補完上去 應該是二萬一套差不多 我猜吧 但肩膀那個呢 就是這個叫齊套 肩膀上面這些位置 就不用 是的 就都幾 情報量很高 就像你所說 這些位置就很漂亮 所以既然它做到上面一些遮醜位 我想在肩關節那裡 下了少許功夫 整件事就變成更加沒有什麼被人挑剔 先說給我們的師兄 我們現在看就不能摸 因為這隻是板 我們不會拿來變身 沒有期望我們變給你看 暫時這個是灰板 我們只能夠吹就是吹外形 所以你看到其實 剛才拍攝著腳後面 也有兩顆很大的洞 當然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洞 會不會再把它撿一撿呢 撿是一定要的 因為本身它會留一些空間 一會我們會介紹重甲板 是的 隔離了 應該看飛機形態 現在看到飛機形態 就是有上色的 當然我相信大貨就是用成型膠色 不會像這個模型成品 現在連BANDAI都是這樣 所以不要看見現在的版本比以後的大貨更漂亮 這個630 送T-Shirt會場訂 有訂價嗎? 有了 下面寫這個人 630 遇訂贈品 送T-Shirt 但還未說什麼時候出貨 先問一問 我繼續說 寶貝鴨有著燈功能 4月 4月出貨 2018年4月 預定 我想這間公司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的著燈功能 因為之前它出過Q版 已經有很多燈 全部都在寶貝鴨的形態 今次也有這麼多燈 噴射器 好像旁邊也有燈 其實原本也是說燈 它腳部的裝甲 另外就是這個推進器兩側 還有開了大的享受鴨 這些都會有燈效 剛才阿迪在這個 時機那裡都要拍螢幕 直播一下 很仔細的控制還有更大 內的零件 甚至比較細的部分 本身的座位都有很細緻的造型和上色 當然我都期望大貨真的可以做回這個水準 還有它現在滿身都有marking 它在板上mark 即是大貨也有 我不知道它是給你一張水貼 還是出貨的時候已經有這麼多marking 機翼上的no step 都齊了 我想說這個價錢給你的就是 PME printing Marking version plus 對,這個價錢 630元好像很厲害 對現在來說是很便宜 反而我的意思是 630元是不是marking plus 對,這個不知道有沒有真的 它放得出來應該是 不是,這個東西會再加 因為它本身之前Q班系列都已經滲了 對,你說得對 所以價錢方面它是贏了 對,因為它現在630元就是 就是high metal R 的價錢 就是BANDA的價錢 就是high metal R 1 比100 對,還有沒有marking 你看它的駕駛倉多精細 我希望它的大貨也能夠跟到差不多 它的椅子已經有顏色 還有它的人仔很漂亮 手腳的比例很幼 像動畫的設定 所以我重新回到現在看這個是版 至於大貨出成怎樣 我都很希望能夠有這樣的水準 手掌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圓手指 粉絲也知道 這個是TV版的設定 左手有分開手掌 但右手有一個手刀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敬禮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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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挺有力的 當然應該有握槍手 還有這個比較輕鬆的 托不托到槍呢? 這個未必能托到槍 還有你看到槍裡有個孔位 有機會會有條帶 對呀,很棒 跟回早期插圖的設定 好,我們稍而欲步 過一個 剛才我們所說的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個孔呢? 作用就是在這裡 大家看到這個是1J版的Full Armour 本身也是監修中的試版 這次看下去大家留意拳頭 是劇場版的拳頭 而且是海動手指 為什麼會有海動手指 好奇怪 究竟這個葫蘆賣什麼藥呢? 這個真的要留意一下 造型方面 首先我有一點點 就是前臂 手前臂 那個設定應該是一個弧度 就是一個半圓形 白色的部分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造扁了它 這個不尊重那個 我想它有一點點 方便回裝組的外甲呢? 我現在看它的情況 就是因為它 它的闊度很闊 如果它造成半圓形 手就會很大很大 它就嘗試按扁 整件的看起來比較平衡 它現在是監修中 我希望它最終會跟回原柱 我相信那個license 也可能會叫它跟回原柱 它這樣按扁就比較奇怪 但是其它的細節位置也是很足的 未足的就是marking 我想它遲些會加分 還有有些怪怪的就是 藍色就不跟我們熟悉的深藍色 不過我想說其實這隻藍色多漂亮 這隻藍色多漂亮 那這個當特別版 我想要跟回TV 那反而真的說 可能有一件事大家都要將就一下 就是你譬如裝了一格 其實在外觀上 前臂和上臂的粗度和瘦度 是差別多大 不過這個沒辦法 我都說過 它本身的超宗要塞裡 有很多設定是偷雞的 我沒有說是偷雞 就是它會跟回繪畫的方法 去遷復視覺的效果 當時也不是電腦作畫 它有很多自由度 所有出過的玩具都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重裝甲板是會 手的上臂會顯得很幼 諸如此類 但是現在留意到肩膀 它是可以做飛彈傳開的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 我相信不僅是肩膀 還是胸口 前甲 腳甲 本身所有的 傳彈發射 我想沒有擔心 唯一擔心 就是它會不會到 當時送上這個 板野馬氣特效 應該會 好像是Q版有的 我記得 Q版有 希望廠商聽到 你沒有想過 就真的要好好考慮 看回我們玩具TV 以前有介紹過 它不單是有燈 而且是令到那個 特效 插進去燈膽的位置 令到那些煙好像有燈火光 想得很聰明 另外剛才阿滴也拍過靈鳴美 靈鳴美本身 真的不要介意 你真的要來一個重監修 這真是搞不定 老實實 我想跟廠方說 你有問題的 你找回老粉絲 他們會告訴你 有什麼不妥的 反而馬暉本身 我又覺得 可以的 因為他真的跟回超高額 和那些大頭髮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 不需要繼續再監修 不是的 反而奇怪 他們首先推出 是機師服 不是軍服 因為 我們比較上 見得多的是他軍服 他平時下街 進去的攤子裡 都會穿軍服 和林明明的互動 好像 適合 所以很坦白 你問我 就著產品化 無論馬暉和林明美 都一定會受歡迎 你還要出一個可動 你真的不用擔心銷路 你唯一要擔心的就是 你的頭 狠狠地監修 他們吃了一口湯 因為 我們期待Figma 期待SHF 期待過很多東西 但是 每一個品牌 做了1比12的超松與賽人物 以及高達人物 都很少 總之有人肯做 1比12的林明美和馬暉 根本上 她肯定會贏 因為 香港 甚至是 美國的粉絲 這個 市場就在 但如果你失手 就 你自己搞定了 其實看回林明美的配件 是吸引的 而且 我想 我沒有拍的樣子 就是素體 其實 TV版的造型 是絕對OK的 收貨 對 你不要讓 那塊樣子 去拉下整件事 就搞定了 那就看一下 反正 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 好像 Figma 都做過 就是給多一條 波浪文大小小的裙 就能夠大腿 可以向前 向後 伸多些 因為如果 就這條裙 現在是一件成形 只是垂直 大腿其實就動得很少 不過林明美又不會有很大的動作 奔跑 嘩 嘩 嘩 你這日我怎麼玩 嘩 嘩 我也是經常看過他TV 這麼巧 還有很多手掌 其實是粉絲向的 都想你們給到盡時準備 給到很多手型來玩 唯一是樣子要再撿 對 講完再講 導演還有什麼補充 或者有什麼要再研究一下 我們這次在KissConcept 先玩這麼多 寧明美跟你說再見 拜拜 拜拜